这期继续讲玉石小子第88篇 没问题 张书记拿起电话就拨了出去 顾言正在一家美容馆做美容 电话一响 他不由地笑了 张风景这小子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风景 今天怎么不忙了 想起给我打电话 顾言道 嫂子 跟你打听个人 东翔集团的楚天祥您认识吗 东翔集团 这是干什么的 顾言一愣 随即笑道 你说谁 楚天祥 哈哈 他是我弟弟 楚秀峰暴跳如雷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还要不要脸了 医院的那科主任认识顾佳英 他本来说两位老人身体已经没有大的问题 可以出院 但随后院长领着一群专家过来会诊 结果大相径庭 两位老人病情很重 需要静养 暂时不能出院 甚至转院都不行 从姑苏过来的人看见院长亲自带来这么多专家过来会诊 还心存感激 连楚心云都在三谢谢医生 可楚秀峰和陆电臣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陆电臣和楚秀峰站在走廊没人处 恨得牙根直痒痒 现在明显是院方故意拖延 不让病人出院 目的不言而明 两个人苦恼的是 这件事还不能跟两位老人说 甚至不敢跟楚心云说 一切都是猜测 没证据 顾佳英本身就是医生 她也有点狐疑 但事情太过匪夷所思 她也没往其他方面想 陆电臣说道 既然不要脸了 我们就强行出院 所有人都撤回姑苏 看他们怎么办 楚秀峰摇摇头说 冯家的活动还没开始 没有正当理由 楚天祥那小子是不会走的 何况他爷爷还在 陆电臣问道 你说我们要是实话实说 能怎么样 楚秀峰摇摇头 那小子本来对我们楚家就没好印象 尤其是对我 真要知道真相 我怕他顺水推舟 直接就收了冯家递过来的橄榄枝 他可就算是冯家的人了 正说着话 楚启明来电话了 楚秀峰接起来 组长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 刚才天祥接到政府办一个电话 说是于湘县领导 要请楚天祥吃饭 天祥让我也跟着 具体谈什么 我也不知道 估计是要拉投资 楚秀峰平静了一下心情 说道 那你就去 有什么情况随时沟通 完了 放下电话 楚秀峰探道 于湘县准备请楚天祥吃饭 启明估计是拉投资的事 这帮人怎么就知道这小子有钱 投资不可怕 陆电臣说道 现在需要阻止的是冯家行动 要不这样 我们找新云谈谈 他知道的情况多 我们也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说 楚秀峰叹了口气 新云现在心思都在两位老人身上 估计他不会管 陆电臣说道 不管不行 他也是楚家的人 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一个大家族的兴旺 有很多条件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 要有领路人 有一个或几个让家族溢于别人的某个领域的翘楚 或者行业领袖 对四大家族而言 楚天祥就是他们的未来 楚新云正在跟老两口聊天 二十年未见面 恍若隔世 父女 母女 都有说不尽的话 曾静坐在一边看着长辈聊天 这是一间一张病床的高级病房 为了方便照顾 临时又加了一张病床 单独的卫生间 冰箱电视 洗衣机都有 现在医院为了创收 这种病房 已经成了大医院的标配 房间很大 但屋子里的人却不少 除了两位病人 楚新云婆媳两个人 加上顾佳英和两个同族的妇女 新云 我可听你哥说了 天祥这孩子非常有出息 连老祖都赞不绝口 老夫人说道 她从小就跟我学书法 现在确实比我强多了 楚新云低声说道 现在她的作品被文化部门当作国理 我看了 她要认真写起来 确实非常好 还是你教育得好 这么多年 也难为你了 楚新云笑着说道 苦日子都过去了 现在她生意也做得那么大 我是对得起他们逢家了 顾佳英对老夫人说道 妈 你可不知道 天祥这孩子生意做得太大了 还要整合我们四家的所有纺织企业 听秀峰说 要投资一百多亿 也不知道 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钱 楚新云说 我现在把天祥叫过来 她去看她爷爷了 这回还没回来 应该是被什么事办住了 老夫人劝阻道 别叫 孩子有事 先让他忙 话音未落 曾静的电话响了 她接通问道 你怎么还不过来 阿静 我这边有点事 县里的领导要请我吃饭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不好推辞 等吃完饭我再过去 曾静说道 你自己跟婆婆说 说着 她把电话递给楚新云 天祥的 晚上又有事了 母子俩说了几句 放下电话 楚新云解释道 县里领导要请天祥吃饭 她晚点过来 也不知道啥事 正在这时 陆电臣进来 说道 新云 你出来一趟 有点事跟你商量 一出门 楚新云就看见自己的哥哥 一个人站在走廊的尽头 他就跟着陆电臣走了过去 陆电臣低声说道 新云 这次你们来于乡县 是怎么回事 楚新云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他解释道 本来这件事是 天祥爷爷提议的 说是来祭祖 到了之后 我才听天祥说 老爷子是想把我和天祥 都修进冯家族谱里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也是对我们母子的一个交代 陆电臣眉头一皱 说道 新云 你也是大家族出来的 我不跟你会言 天祥不能进冯家 必须进楚家 故路楚无四家 未来都指着他 楚新云一愣 他还真没考虑这件事 按说自己现在都不算是楚家人 大家族女子出嫁 族谱的记载很简略 楚是女心云嫁闪省 逢是孝寒 最多再加上一句 生子天祥 楚天祥算是外妻 大家族不会看中这种身份的人 楚新云看陆电臣的意思是要把楚天祥修进楚家家谱 这件事就大了 进入家谱 楚天祥就是楚家子弟 不但楚家的资源全部可谓他用 他对楚家也有了保护的义务 楚新云看了看哥哥 又看了看陆电臣 问道 这 这行吗 楚秀峰说 这件事没什么商量的 必须这么办 楚新云愕然 楚新云愁愁的半天 才艰难地说道 这件事 我不方便出面 抛开天祥的想法 他爷爷这次来 就是想让天祥进入冯家 当时我们还担心冯家不同意 现在他们同意了 楚秀峰解释道 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但这里的县长 是冯家人 他晚上 要请楚天祥吃饭 这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一个 老头老太太出不了院 应该是他们县里的决定 而不是医院 他们故意把人扣住 就是不想让那小子 去姑苏 楚新云说道 怎么会这样 嫂子不是 认识他们科主任吗 侧面打听一下行不行 我们别误会了 陆电臣说 你跟佳英去问问 也许对方能说点实话 楚新云满腹心事地走了 楚秀峰叹了口气说道 现在老两口不是问题 问题是晚上的饭局 如果冯家人也在场 那就麻烦了 那小子是个顺毛驴 几句好话什么都能答应 陆电臣突然说道 今天太晚了 我们走吧 回姑苏 明天一早再过来 现在我俩目标太大 被有心人看在眼里 也许他们快刀斩乱麻 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已退至近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楚秀峰自言自语道 大哥 我们得先找那小子聊一聊 看看他是什么态度 那也得明天 现在没时间 陆电臣解释道 正说着话 顾佳英一脸怒气地过来了 楚新云也是满脸的愁容 秀峰 这家医院太不像话了 刚才我同学偷着告诉我 院长亲自下令 说他接到上级命令 绝对不允许老两口出院 到底出了什么事 楚秀峰根本没接老伴的的话头 他对楚新云说道 新云 我们现在就回去 父母就得有你照顾了 你辛苦点 明天一早 我们再过来 陈电臣补充道 明天上午 你最好跟天翔约一下 我们要单独见见他 别让别人知道 楚新云满腹心事 他点了点头说 这件事有点复杂 本来是好事 千万别整杂了 楚秀峰说道 别担心 我去看看老两口 马上就走 楚新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望着哥哥离去的背景 他心乱如麻 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个结果了 儿子成了香伯伯 两家都抢 这要是处理不好 两家还不猪脑子 打出狗脑子来 那边是冯家 还是爷爷的心愿 自己根本不敢发表意见 这边哥哥刚接受自己 楚天翔要是不进楚家家谱 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楚新云心事重重 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 也没人商量 只好等楚天翔回来再说 母亲在这边愁眉苦脸 楚天翔在那边 却是意气风发 书记县长一起请自己吃饭 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爷爷被组长请到了村子里 楚天翔没法跟着 他再三跟爷爷说 千万别再喝酒了 那么大的年纪了 喝酒太伤身体了 为此 楚天翔特意把司机 张杰派了过去 专门监督爷爷喝酒 他这边的晚宴 就在冀州酒店的一个包厢 张书记笑语风生 几句话的功夫 就跟楚天翔处得像老朋友一样 天翔 我离开京城已经好几年了 不出意外的话 翻过年就要去机关工作了 到时候我们在京城可得常见面啊 双方都认识顾炎 这就成了两人沟通的媒介和润滑记 作为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面子是一定要给的 至于以后相处的怎么样 那就看双方能不能看对眼 这没问题 等张哥回到京城 我请张哥吃饭 楚天翔答道 张书记是顾炎老公的亲戚 也算是X二代的人物 不过走的是仕途 四十岁不到就是县委书记 前途无量 张哥 我跟顾炎嫂子常来往 她那个文化交流基金会 我常去 她也非常照顾我 给了我好几次出国机会 可惜学校学习太紧张 没时间 哎 天翔 我可听嫂子说了 你的书法可是大家之作 怎么样 给哥哥写一幅 没问题 只要您别嫌丑就行 那我就先谢谢了 张书记低声说道 顾炎嫂子还要找你 说你认识金义老先生 有人专门要求老先生的字 楚天翔知道 顾炎为人谨慎 如果不是实在推不开 他不会跟自己开口的 就说道 等回京城 我给嫂子打电话 那老头脾气太古怪 一般人还真的很难相处 我还真知道那位老先生 我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 早年跟老人打过很多教导 每次回来都是一肚子气 说老头不通人情 楚天翔大笑道 老先生还真是这个脾气 不开面 这边张书记跟楚天翔聊天 那边冯孝妍跟楚启明密谈 办公室主任负责端茶道酒 气氛倒是非常融洽 楚启明一直想找个尿顿的机会 给楚秀峰打电话 可他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对方抓住了他不放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前后左右都是围绕着港副公司的话题 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张书记说 天翔 我听嫂子说了你的经历 无论如何 你也算是冯家人 这到了家乡 你这个大老板 是不是给家乡做点贡献 我这座哥哥也借点光啊 楚天翔 听出来了张书记的意思 明年他要升官了 这林离开之前 要是能招来一个大的投资 绝对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他看了一眼楚启明 两个人来的时候 分析对方请吃饭的目的 也做了预案 他就问道 启明哥 有什么好项目 可以投在余香 楚启明故作思考地说道 现在几个大项目 基本都定了 但配套的项目 还在设计院做设计 有些确实也比较适合余香 这里地理位置不错 距离梁西和姑苏都近 楚天翔说 你哪天邀请两位领导 去公司看看 一是指导一下工作 二来看看项目情况 张书记和冯孝言大喜 这件事办得太顺利了 哪个投资商过来 不是推三阻四 这条件 那条件狮子大开口 看来还得对症下药 找对了人 事被公办 晚上十点半 楚天翔和楚启明 才来到医院 爷爷已经回到了宾馆 司机张杰报告说 爷爷一口酒没喝 楚天翔 这才放心 见过外公外婆 老两口对楚天翔 是越看越喜欢 大孙子长得一表人才 还是京城大学的学生 老人十分欣慰 女儿行差踏错 年轻时 吃了不少苦 现在有子如此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陪着两位老人 聊了一会儿 母亲就把楚天翔 叫到了走廊 他把楚秀峰的意思跟楚天翔说了一遍 这件事还得儿子拿主意 自己实在不方便讲话 妈 我爷爷那边应该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他说要等着我回去 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估计就是冯家组长同意把我们母子修进冯家家谱了 孩子 这件事你要谨慎 你舅舅那边也是势在必得 还有你陆伯父 他们可是代表四大家过来的 楚天翔皱皱眉问道 妈 你是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这件事 我不方便说话 无论你选择哪边 我都支持你 楚天翔苦笑一下 说道 看来这件事 我也没有发言权了 现在是冯家和楚家之争 几百年来 两家就有矛盾 现在又出了这件事 别弄得不可收拾 母亲正色道 天翔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不要想着脚踏两只船 两边都讨好 楚天翔笑了 妈 按我的意思 我根本没有什么家族的观念 现在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好 现在非要加入某个家族 而舍弃另一个家族 我真的很为难 母亲叹了口气 问到县长找你干什么 他们想让我们在余香县投资 这件事很好解决 十几个配套厂子 放哪都行 母亲又问道 他没谈冯家的事 楚天翔摇摇头 分析道 他们应该有分工 家族的事都是族长出面 不过我这个当事人还没见过族长 母亲笑了 你不懂 大家族有大家族的规矩 家族成员在族里必须无条件听从命令 妈 这件事就不是我们母子能定的 干脆我们就放弃如何选择 让他们去谈 谁赢了都无所谓 真要是哪一方输了 不过是我多掏点钱 给输的一方做点贡献而已 你也累一天了 晚上你跟曾婧回去休息 我跟启明哥说好了 今晚让他在这里待一宿 母亲想了一下说道 那也好 晚上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 冯家的活动就开始了 先去老宅子参观 我们四个人都得过去 告别了外公外婆 楚天翔四个人回到了宾馆 楚天翔一进门 就看见爷爷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电视还开着 他赶紧走过去 轻声把爷爷叫醒 爷爷 都后半夜一点了 您怎么还不上床睡觉 爷爷坐起来说道 有些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谁知中午酒喝得太多了 身体有点乏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爷爷站起来 去灌喜室洗了一把脸 感觉清醒了一点 这才出来对楚天翔说道 天翔 晚上我去了老宅子 拜见了我们冯家的祖宗 还跟老族长认真聊了一下 我把你父亲的材料都给他们看了 族长当时就决定要在家谱中给你父亲做传记 这太好了 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楚天翔是真高兴 父亲不平凡的一生终于获得家族的认可 天翔 我也说了你们母子的遭遇 族长说了 世事无常 他不会在意这些细微末节 但有一件事 他也有点为难 说是要开家族会议才能决定 楚天翔猛然猜到了 我的姓是 爷爷叹了口气 说道 如果你要姓冯 这件事就没问题了 但姓楚 你也知道 冯家跟楚家说世仇都不过分 家谱中突然出现一个子弟姓楚 这件事就很难办 楚天翔拉住爷爷的手说道 爷爷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过 这辈子是不打算改姓了 不是对冯家不尊重 而是这种表面的功夫我不想做 另一方面 我母亲含辛茹苦 把我养大 我从小就叫楚天翔 我不能因为进冯家族谱这件事 伤了我母亲的心 爷爷也说道 这才说明 你这个孩子重情重义 我也跟族长说了 孩子的姓氏是不能改了 至于能不能进冯家的族谱 让族长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楚天翔激动地说道 爷爷 谢谢您 只有您理解我 楚天翔的眼中含着泪花 爷爷如此通情达理 自己还有什么说的 爷爷也抹了一把眼泪 说道 爷爷老了 有些事情看不开 总觉得我们冯家亏 欠你们母子太多 本来是个好机会 天翔 爷爷无能 事情没办好 别这么说 爷爷 我们遵守冯家家风 至于是不是冯家人 已经不重要了 楚天翔服侍爷爷回屋睡觉 他自己倒坐在沙发上想着心思 这件事有点麻烦 冯氏一族只要主事的人不傻 就绝对会让自己进入家族的 按照传统说法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自己的身价 在张书记那里 已经不是秘密了 现在对这些父母观而言 就一个在余乡县投资 冯孝妍就会逼着冯家 承认自己 否则自己一生气 转身就走 那政绩 从何而谈 麻烦的是楚家 母亲的事情 已经平稳落地 但让自己进入楚家 这是没想到了 到时候自己就算是楚家子弟 要归族掌管了 想想都头疼 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人微言轻 双方的族长都不会给自己说话全力 征求一下意见倒有可能 这种事中间夹杂着爷爷 母亲 自己还真不好 倾向哪一方面 按照传统 自己还真算是冯家人 但从感情上说 自己跟母亲亲近 也就等于跟楚家走得近一点 何况还有陆家的原因 怎么办 妈的 不如在眠北打一仗来的痛快 这种是愁死人了 楚天祥正想着心事 他的手机来了短信 他拿起来一看 不由地欣喜一笑 巧声走到门口 慢慢打开房门 曾静小心翼翼地钻了进来 我打死你这个混小子 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呀 楚家祠堂里 百岁老祖挥舞着手杖 劈头盖脸地就朝着楚秀峰打来 楚秀峰刚和老祖说了冯家要把楚天祥 纳入冯家族谱 老祖立刻就急眼了 他没说冯家的不是 反倒是把自家族长打了一顿 到现在 他还没听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楚秀峰挨打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他陪着笑脸说道 老祖 别气坏了身子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而且现在事情还没走到最后一步 放屁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还想骗我 你的架子就那么大 为什么不早点去京城 把他们母子接过来 你那个组长位置就那么金贵 老祖是真生气了 为了家族 他耗尽自己一生的心血 就是为了家族兴旺广大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杰出人才 这说着 说着就要跑了 老祖都快起晕头了 他的孙子扶着爷爷坐下 老祖喘着粗气问道 把事情详细说一遍 不许有一点遗漏 楚秀峰看看坐在边上的陆电臣 心里恨恨的 刚才也不说帮忙拉架 自己可是实实在在挨了几棍子 他小心地说道 事情不算复杂 就是冯家要记组 也不知道怎么就让天翔的爷爷知道了 他想把心云和那小子 都补登进冯家的家谱 楚秀峰这才有机会 一五一十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等楚秀峰说完 老祖看了一眼陆电臣 又看了看楚秀峰 问道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陆电臣小心地说道 我跟秀峰商量了一下 准备明天一早就过去 先征求一下天翔的意思 老祖打断了陆电臣说道 没用的 这件事就不是他能决定的 一边是爷爷 另一面是母亲 他怎么取舍 你们这不是难为孩子吗 陆电臣当时语色 老祖的孙子楚秀义试探着说 我看还是找找冯家 让他们放弃最好 楚秀峰说道 不可能了 请明来电话了 天翔的底细 对方摸得很清楚 他们县里的张书记 是京城调过来了的 天翔所有的事情 他都清楚 正鼓动天翔 在余香县投资 投资不怕 怕的是他们得拢望鼠 不知进退 老祖说道 爷爷 我觉得 楚秀义有点不甘心 刚要说话 被老祖一挥手打断了 几个人就这么沉默不语 过了很长时间 老祖疲惫地说道 准备车 明天我去余香县 会会冯家的组长 不行 老祖 我们跟他们一直没联系 您这贸然前去 实在是不妥 楚秀峰就没好意思说 如果对方不给面子 把您轰出来 楚家就丢大人了 老祖嘿嘿一笑 我知道 楚家人 陆家人 甚至顾家人 吴家人 都不受他们待见 但我楚镇川去了 他们得开大门迎接 三个人目瞪口呆 老祖哪来的自信 上午 是到冯家老宅参观 楚天祥和爷爷 早早起来吃完饭 街上母亲和曾静 就坐在大厅里等着 因为来的外地人太多 老家的祠 堂装不下这么多人 组委会就把人分成几批 楚天祥几个人 排在了第一批 这也是一种 尊贵的象征 坐上大客车 车子开始往逢家老宅驶去 路上都是稻田 现在是阴历六月 成熟的稻子 马上就要收割了 千墨小路 池塘兴罗旗步 农人忙碌 好一幅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象 车子开了不长时间 就进到一个村庄 楚天祥望着青庄辉瓦 整齐的农家院舍 不由地想起瑞宁的情景 跟这里比 瑞宁差了最少十年的光景 汽车停下 人群陆续下车 有专门的接待人员 招待客人 家族李组长和几位房长 站在祠堂门口 看见来人都抱拳打招呼 人很多 楚天祥几个人随着人流离走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 两层楼 院子正中间的上房 是冯氏祖宗牌位 好多人都过去鞠躬行礼 有些还跪在地上磕头 两边的厢房墙面 挂着不少冯氏名人的画像 或者照片 冯家祖先竟然供奉的是五代冯道 冯道被后世称作十朝元老 一生毁于参半 楚天祥仔细看了看 冯氏在清朝的官员做到上书 竟然有四五个之多 甚至还有一个内阁大学士 这就是未及人臣了 还有一些画家 书法家 教育家 到了近代 甚至还有两位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的照片 官员基本没有 也许是为了避嫌 没有把照片挂上去 冯氏底蕴不浅 在传统国学上出了不少人才 楚天祥正在仔细看着 一个年轻人走到楚天祥面前说道 楚先生 请一步 几位房长有请 楚天祥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和爷爷 两个人正聚精会神看着 没注意他这边的事情 楚天祥低声 对曾静嘱咐了一句 转身跟着那个年轻人走了 曾静不放心 悄悄跟在后面 见两个人出了祠堂 随后就进了边上一个院子 楚天祥走进院子 跟着年轻人来到正房 只见正对面的八仙桌两边 坐着四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边上还站着几个年轻人 楚先生 请坐 几位房长有点事情 想跟您请教 年轻人很客气 楚天祥刚一落座 一个老者问道 你想进冯氏族谱 是这样吗 楚天祥一听 这位老者语气不善 他说道 我的父亲是冯孝涵 他是什么人 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他儿子 难道不应该进吗 你姓楚 冯氏大门怎么进 哈哈 冯氏是以血缘血脉相连 什么时候按姓氏划分了 楚天祥成口舌之力 当人不让 他知道 即使今天进不去冯氏家族 这个局也不能输 冯氏子弟 惶惶百万人数 历经几百年 还没有一个外姓 社会在进步 过去不可能的是 现在都变成了现实 固守祖训 暴残首缺 不知变通 冯家如何发展 楚天祥大声说道 放弃楚字 改冯姓 正本朔源 如何 哈哈 楚天祥一阵狂笑 楚天祥笑罢 历生道 人之本在笑 我母亲含心如苦二十年 把我培养成人 虽然姓楚 是当时不得以为之 但却是为人子之本分 我父亲在天之灵 也会含笑首肯 为尽家族 强行改姓 我楚天祥不屑为之 楚天祥比对方之色尽漏 老者不能言 嗨嗨 又一位老者咳嗽了两声 开口说话 我冯家书香门第 自五代以来 互列三英 满床蝶户 五岁孩童就开始蒙学 四书五经 你学过多少 楚天祥心道 这又是上次楚家老祖的故技 靠着学过几本传统国学来打压自己 他站起来 一指那几个年轻人 说到这些应该是冯家良济之才 受各位言传身教 国学功底深厚 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 蒙学小儿也会背诵 不如这样 我们以孝经为题 以便是非 老者冷笑一声 说道 孝乃人之本 你读过 楚天祥略一沉思 开口朗诵 子曰 昔者明王是父孝 故是天明 是母孝 故是地察 长幼顺 故上下至 天地明察 神明张矣 故虽天子 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 必有仙也 言有兄也 宗庙至敬 不忘亲也 修身甚行 恐辱仙也 宗庙至敬 停 停 停 老者有点尴尬 这小子 竟然能够背诵孝经 国学基础 那是相当深厚 自家儿郎 还是别出去献丑了 另一个老者 插言道 王阳明知行合一 你可理解 王阳明是明朝大儒 以知行合一的 哲学思想文明于世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 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 道德实践方面的 楚天祥摇了摇头说道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还没有拖出四书五经的范畴 不过是与成诸理学理念 不同的一种说法 知行合一也好 知先行后也好 说道根本 都是知和行关系的解读 此题甚大 有机会再向老先生请教 说完 他还向老者身失忆理 这个命题枯燥无味 即使争论三天三夜 也不可能有胜者 哲学方面的命题 就没有一个是好相语的 老者又问道 说你有陶珠宫的本事 年纪轻轻 就积攒数万家产 可有不易之财 巧取豪夺 忍者不为 坑蒙拐骗 自有国法成楚 天祥行走天地间 尚可对得起国家民族 下可坦然面对家人亲朋 至于小小年纪 积累无数财富 只能说天祥天资聪颖 常人不及 楚天祥说完 脸一点都没红 老者又问道 求取偌大财富 你抑郁何求 楚天祥黑黑一笑 顽劣之色毕露 喜怀而已 我少年受苦 母子缺一少时 饿怕了 哈哈 几个年轻人都笑了起来 这小子真说实话 老者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吓得年轻人都闭上嘴 他问道 你母是姑苏楚家人 楚天祥怒起 他斜了一眼对方 比一道 当然 有问题吗 老者没想到楚天祥这么说 看来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反感 一时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 又有人问道 传说姑苏港副公司是你准备送给楚家的 有这事 楚天祥心中一乐 吹牛的机会来了 他故作沉吟 然后说 加姆离家二十年 对家族毫无寸功 天祥奉母致孝 就买了一家上市公司送给楚家 后来又追加投资一百亿 整合姑苏纺织企业 故露楚无四大家的纺织企业都被收购了 以后从残茧收购 到成不成一 一条龙企业集群 也好在市场上竞争 这是真的 一百亿 怎么这么多钱 楚天祥话音一落 整个屋子里面的人都议论起来 这小子不是吹牛吧 他有这么多钱 一个老者不甘心地问道 这些都送给楚家了 他脸上的羡慕之色 溢于眼表 楚天祥微微一笑 送了 楚家是大股东 满堂静默 有两个老者想说话 但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就在这时 族长走了进来 他一见楚天祥 笑呵呵地说道 天祥 欢迎回家 这几个老头 闲得无聊 喜欢跟年轻人谈心 别介意 楚天祥公身说道 长者考教学时 天祥惶恐 老组长看了一眼 在座的几个人 含笑摇了摇头 他一直 编上一个条案 对楚天祥说道 写一幅吧 让这些老家伙 看看什么叫当代言真轻 楚天祥 答应一声 朝着条案走去 所有人都站起来 走到条案边上 等着看这个年轻人的书法作品 几位房长已经知道 楚天祥在这方面浸润极深 但具体写成什么样 他们也没见过 楚天祥拿起笔 在艳态上沾满墨汁 却想着写点什么 郑凯掩体厚重大气 但显不出来蓬勃朝气 也显不出来豪放的风采 他猛然想到母亲说的一句诗词 微微一笑 他舞动笔墨 一挥而就 七夕流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 这是描绘于湘县 最出名的诗句 连萌靴小子都会背 楚天祥写罢 放下笔 说道 最近经历了一些事 总在生死之间徘徊 对书法又有了深刻的感悟 请诸位长者指证 连带着族长和几位老者 都是目瞪口呆 这是人写的吗 只见楚天祥的行书 以转奏浑厚古朴的原笔为主 杂以斩钉截铁的方笔 因是负刑 参差七策 章法上起伏跌宕 眼应顾盼 神机幻化 一气呵成 老族长长叹一声 纵笔浩放 一泻千里 拾出囚禁 杂以流利 或若转皱 或若捐客 奇妙解除带出天造 天祥 大财啊 其余人等皆不能言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人 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对着老族长 低语了几句 老族长脸色大变 房间内的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老族长遇见难题了 老族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二目微合 仔细再想着对策 两久 他艰难地说道 后面的客人暂停参观祠堂 大开中门 所有人跟我去迎接客人 说完 他快步走了出去 一群人等都是莫名其妙 哪来了尊贵的客人 怎么把族长吓成这样了 一群人稀里糊涂地往外走 楚天祥也跟在后面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来到大门口 楚天祥豁然发现 舅舅楚秀峰和陆电臣 还有两个不认识的老者 站在一辆轿车前交谈 冯家的人都远远站着 没人上前 几百年的隔阂 还是那么敬畏分明 老族长走到四个人的面前问道 世书在哪里 楚秀峰看了他一眼 回头拉开车门 对里面说 老族 冯家族长来了 扶我下车 老族的孙子楚秀义 连忙把爷爷搀扶下车 你叫什么 老族这句问话极其无礼 回世书 我叫冯友德 欢迎世书来冯家做客 冯友德十分低调 您老请 友德呀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来 我们谈谈吧 楚秀义扶着爷爷在前 冯友德在后 亦不亦去往里面走 冯家人也随着人群往里走 每个人都愤愤不平 楚家打上门来了 上百年了 冯家跟故路楚无四大姓 别说有联系 背后不使绊子 就算好的 现在竟然上门了 还这么张狂 为什么 组长为什么低调 凭空瘦辱 岁数大就敢这妖牛X 不让你进门都是好的 要不是看你岁数大 早打出去了 老祖进到祠堂里面 面对着平家祖宗画像 老祖还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冯家人这才找回点自信 老祖坐在椅子上 看看跟进来的人群 低声说道 你们都出去 我跟友德有话要说 他一回头对孙子楚秀义说道 你也出去 众人似乎被一种魔力 直接推出了正房 房间的空气中 似乎蔓延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让人压抑得上不来气 所有人都有点不知所措 大门咆哆 一下关上了 大多数人站在院子里 探头望着正房 都想知道里面到底谈什么 一个房长 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道 把隔壁让给来人休息 勤快点 都是贵客 小伙子答应一声跑出去了 楚天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站在人群中的楚新云 一见老祖的面 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楚家竟然把老祖都搬出来了 这件事可真大了 楚新云现在 一点都没有为儿子 感到自豪的的念头 就是想事情赶紧结束吧 真要把老祖折在冯家 那就是天塌了 楚新云领着爷爷 楚天祥和曾静 走到楚秀峰几个人的面前 楚新云把公共介绍给几位族长 大家又是一阵寒暄 但不约而同都没谈正事 楚秀峰他们是有意回避谈楚天祥的事 而逢有人根本不知道两个家族正在打架争他的孙子 在正房里 老祖看了一眼周围的摆设 叹了口气问道 终于啥时候走的 回事书 老祖长已经过世将近二十年了 哎 那些年真是难为他了 一族人缺一小时 整日奔忙 当时我就说 要他住一点身体 可惜天不假人啊 世书 老祖长卸任的时候都跟我说了 感谢世书高风亮节 不计前嫌 就我一族人的性命 我代族人 谢谢世书 说着 老祖常跪在地上 规规矩矩给老祖磕头 起来吧 别假心假意的 我说了 过去就过去了 跟楚家没关系 只是我当时良心发现 这件事已经很多年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 冯家老宅的人断粮了 别说粮食 连野菜都没有 那年还是其寒之年 妇如哀嚎 一族人陷入了绝境 当时的族长冯忠义 实在没办法 去姑苏城里 找一些族人帮忙 但城里的族人也是家家吃上顿没下顿 给点粮食也是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苍天有眼 这件事被老祖知道了 楚家当时也不好过 但因为靠近城里 很多都是吃公家饭的 相对还算好点 他一咬牙 硬是把从嘴里省下的粮食 分给冯忠义一半 冯忠义当时感动得嚎啕大哭 天灾人祸 战争动乱是大家族的死敌 几千年来 多少有名的家族都在混乱中烟消云散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开放以后 经济条件逐渐都变好了 大家族这时才显现出惊人的活力 不但故路楚无这四大家 连冯家都赶上了大潮 族人不但衣食无忧 族产也是与日俱增 冯忠义特意去找过老祖 他说粮食是没脸还了 但这份人情冯家人刻骨不忘 受制于祖训 冯家还是不会跟楚家有任何来往 但老祖一脉 冯家是代尊为贵客 有求必应 老祖也是一时善心发作 做过了也没想着回报 这件事就慢慢过去了 冯家与四大家的关系还是没有变化 现在不来不行了 老祖厚着脸皮过来 讨要粮食的利息了 他知道这有点不要脸 但没办法 为了家族的未来 他不得不拖着百岁的身体 亲赴冯家 有得 你应该也知道我为什么过来 对我们而言 这都有点违背祖宗的遗讯 但为了家族的未来 我请你放手 老族长低头不语 他内心深处 神人交战 放弃 不可能 冯家近几十年来 家族子弟都奔着钱去了 一个有影响的子弟都没出现 出了一个县长 还把冯家乐得不得了 要在以前 在家族会议上 县长连个座位都没有 不放弃 这件事还真难以解决 救恩之恩 当然重要 冯家人自古就知道礼仪廉耻 受人捐低之恩 当永泉相报 但这件事应该不算吧 冯友德依然抬起头 大声说道 我冯氏弟子顽劣 族产不多 但渔乡县和姑苏城里 还有几十间店铺 小厂子也有十几个 是书 我这么说吧 除了这个祠堂 冯家族产您随便挑 多拿去也可以 这件事 友德不放弃老族一听冯友德的话 猛的一愣 他没想到 对方为了楚天祥 竟然下这么大的赌注 嘿嘿 友德 我也不想放弃 老族说道 冯友德没说话 老祖又说道 他姓楚 按照祖训 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冯友德摇摇头说 祖训是祖训 社会在进步 有些不合现状的祖训 我想做一些改变 沉默了半晌 老祖说道 四大家与冯家的恩怨 已经几百年了 再有仇恨 随着时间的魔力 也该解开这个疙瘩 天祥是个不是初的人才 我们都不愿意放弃 这是个死劫 老祖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犹豫什么 随后他说道 我同意将冯家的产业 纳入天祥的企业当中 让你对族人有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 我同意天祥进入冯家 但得改名改姓 老祖狡黠一笑 我们招收一个 叫楚天祥的人进入楚家 你们招收一个 冯姓子弟进入家族 这样可以吧 冯友德眼睛一亮 这位士叔 绝对是老谋深算 如果这样的话 首先两个家族的恩怨 就得解开 否则楚天祥家在中间 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甚至折在两个家族的争斗中 都有可能 楚家招进一个楚姓弟子 冯家招进一个冯姓弟子 冯友德试探着说道 我原则同意这个方案 但有两点需要澄清 第一 我得说服族人放弃祖训 不再以四大家族为敌 第二 如果这样 楚天祥身上的压力也太大了 老祖说道 第一条是你们内部的事 如果他们不同意放弃祖训 就别怨我 强夺楚天祥了 这孩子看似懒散 但责任心极强 而且有这么个少年 英俊在前面领路 族里的年轻人 也有个追赶目标 现在经济条件好 生活平稳 也是我们这些文化家族 出人才的时候了 世书 就是因为看到这点 我才不愿意放弃 冯友德说道 老祖道 管理几个家族 对天祥这孩子不是难事 那么大的企业 都管理得那么好 我们才多少人 冯友德灵机一动 问道 教室动 如何 老祖想了一下说道 动者 吉业 吉者 为屋至高至处 洞是纸屋的正凉 及屋顶最高处的水平木凉 冯友德道 郁郁见底松 落落堂上洞 老祖点了点头 说 就这么办 你去把天祥一家叫进来 我们两个老头在这里商量 还不知道 这小子什么意见呢 屋里的人已经达成共识 但屋外的人 却十分紧张 尤其是知道 事情缘由的几个人 四大家的组长都来了 这就表明了 绝不放弃的决心 冯家几个房长 本来想试探一下 楚天祥的根底 没想到对方一记重拳 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这些人只是思想保守 但眼光却是异于常人 楚天祥现在就是快保育 冯家绝对不能撒手 一个年轻人 把楚天祥一家四口 领进了正房 楚新云上前攻身道 老祖 新云有礼 老祖看着楚新云 心里说不出来的烦躁 这个小丫头 就是一个匠种 不但耽误了自己 还累得家族 让人耻笑 楚天祥一看 老祖面色不渝 连忙把爷爷领上前说道 老祖 这位是我爷爷 楚新云成绩退到了后面 曾静拉着她的手 这才发觉 婆婆满手都是冷汗 啊 哦 亲家来了 快请坐 我们这几天寝室不安 都是拜你这个大孙子所赐 冯友人上前施礼道 老先生年过古兮 精神绝朔 可喜可贺 哈哈 冯家人都这么会说话 老祖看了一眼冯友德 冯友德明白老祖 在缓和气氛 不由地尴尬一笑 几个人坐下 冯友德看看楚天祥 慢条思理地说道 天祥本是冯孝涵之后 这次修订祖谱 要把天祥补灯进去 但冯家也有些禁忌 我刚才与楚家世书商量了一下 家族刺名是栋 称冯是栋 楚天祥之名赵勇 他停顿了一下 问道 你们可同意 所有人都是一愣 只有爷爷露出了笑容 问题完美地解决了 楚天祥心中苦笑不已 自己有一个逮家的名字 叫阎龙 这又出了一个冯家的名字 老祖说道 楚天祥少年成才 身上流淌着楚家的血脉 英雄不问出处 楚氏家族 将楚天祥收归族中 楚天祥当谨行慎言 光大家族 以偿楚心云 背离家族之恶行 老奸俱华 人老成精 他不说是自己求着楚天祥进家族 反而把楚心云也绑上战车 由不得楚天祥不就范 楚心云苦笑一下 站起来刚要说话 老祖手一挥 你别说话 让天祥说 老祖这是一点面子 也不给楚心云 楚天祥心中一怒 他就看不得母亲受委屈 楚心云心中一酸 回头对着楚天祥摇摇头 意识他别冲动 楚天祥站起来说道 老祖 我母亲离家出走不对 我一百亿企业回报家族 请老祖 呵呵 老祖冷笑一声 如果做错事都用钱来补偿 世上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你自幼保读圣贤之书 怎么有如此龌龊想法 楚家也好 冯家也好 那个不是以礼义传承 你以同臭之物 侮辱家族 你知罪吗 楚心云吓得连忙站起来 拉着楚天祥就跪下了 楚天祥说完刚才那段话 就后悔了 这种事只能干不能说 而且当着一个人老成精的老祖 这么说纯粹是老寿星上调 闲命长了 对于传统文化精英 你要说他们不爱钱 那是不可能的 但真到关键时刻 钱又是最没用的 道义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 这也是华夏历史中 无数文人治世 前仆后继的传统楚天祥 跪在地上 真诚地说道 天祥世俗染沉太多 请老祖见谅 天祥必将丙烛达旦 修身养性 不负家族重托 老祖冷色说道 你们出去吧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下一步的进程 由冯氏族长通知你们 四个人灰溜溜地出来了 刚一出门 爷爷擦了一把头上的汗 低声对楚天祥说道 这位老人有百岁了吧 发起怒来 真够厉害的 楚天祥笑笑说道 今天我说错话了 连累了爷爷 爷爷笑着说道 你还年轻 做了错事改就是了 曾静拉着楚心云出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老祖 他问道 这位老爷爷是谁啊 这么凶 楚心云低声说道 楚家的老祖宗 曾静吐了吐舌头 没敢再问 房间里 冯友德笑着说道 世书厉害 几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 老祖摇摇头说 不是那么简单 天祥这孩子本质很好 但少年成名对他极大不利 我是有感而发 以后我还要做一些安排 几个家族都在他手里 我不太放心 世书指的是哪方面 你不用担心 也许是我起人忧天 老祖摇摇头说 现在你去忙你们的事吧 我要走了 说着老人站起来 冯友德赶紧过去 扶着老祖往外走 一开大门 楚秀义赶紧过来替换冯友德 走出大院 站在车旁 老祖对着四个族长说道 过两天逢家祭祖一事 你们过来观礼 四个族长猛地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这种庄重的仪式 只有要好的家族或朋友 才能来观礼 我们来算是怎么回事 老祖转身上了车 几个族长也纷纷上车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吧 车刚要开 老祖对孙子说道 让楚新云跟着回去 楚天祥听说老祖让母亲跟着回去 他急切地问道 妈 怎么让你回去 楚新云苦笑一下 说道 我离家出走这件事 对家族伤害太大 总得有个结果 你放心 现在是新社会 打罚是不可能的 最多跪一天祠堂 楚天祥大惊 那也不行 跪一天 您哪受得了 他一回头对曾静说 你跟着去 有什么事 赶紧告诉我 要跪我去跪 去医院照顾好你外婆 母亲叮嘱道 母亲和曾静一走 楚天祥就心神不宁 他去跟族长冯友德 打了声招呼 先把爷爷送回宾馆 又赶紧往医院跑 结果到了医院 正看到楚启明忙忙碌碌 帮着办出院手续 楚秀峰和顾佳英都在 舅舅 老祖把我妈带走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楚天祥忐忑地问到 楚秀峰摇摇头说 能出什么事 不过是给族人一个交代 你别担心 楚天祥还要说话 就见楚启明给他暗中使眼色 他就没再吱声 等到把外公外婆送走 就剩下楚启明一个人的时候 楚启明笑着说道 天祥 你放心 我马上回去 老祖 要是把姑姑关起来 估计就在老宅祠堂 除了床我抬不进去 吃的喝的 我都能送进去 楚天祥问道 没人看着吗 没有 就是把大门锁上 不过有个地方 我们能钻进去 小时候我们经常跪祠堂 哪里有漏洞我们都知道 而且 来了人才跪着 没人的时候 找个地方 做就行了 楚天祥 哑然失笑 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楚新云到了老宅门前 他刚一下车 就见楚秀义面色严峻地走过来 新云 去祖宗排位前跪下 静思挤过 楚新云失礼道 谢谢族叔 曾经大吉 他跟在婆婆地后面 也要去祠堂 楚秀义说道 你去客房休息 不得进入祠堂 随后 就有人过来 把曾经领走了 楚新云低着头 跨过前院 走进了祠堂 他刚一进去 大门咆哆一下就关上了 声音太大 吓了楚新云一跳 屋子里面有点暗 慢慢他适应了里面的光线 望着四周熟悉的摆设 楚新云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二十年梦回路转 多少次在梦中 回到这个地方 醒来时 却是泪水满框 物是人非 楚新云规规矩矩地 跪在蒲团上 他也知道这就是一个形式 跪累了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 楚新云回来了 消息不静而走 全村的人 扶老邪又都来看看 当年的齐女子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不过走到祠堂的院落中 不管是大人 还是孩子 都是静若寒蝉 不敢大声说话 要知道 老祖就在后院 惊扰了老人家 也得上祠堂里面跪着 很多人都扒着祠堂的窗户 往里看 但下午的阳光太烈 根本看不清 里面什么样 低声议论几句 慢慢人群就散了 这种惩罚 在村里经常发生 尤其是小孩 淘气了被祖里管事的抓到 就罚到祠堂里 跪一个小时 曾经给楚天祥 打完电话以后 就坐在祠堂外边的台阶上 等着婆婆出来 她还第一次见过 内地家族的这种举动 在HK 如果忤逆了家主 轻了扣生活费 中了逐出家族 基本都是围绕着钱来惩罚 在那个商品社会 没钱啥也干不了 方法绝对管用 贵祠堂这种是在HK 想都不用想 好多大家族就没有祠堂 有个牌位就算很不错的了 夜色降临 曾经有点急了 婆婆还是早晨吃的饭 现在都是晚上了 她自己饿的肚子也是咕咕叫 但她还不敢走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别再走丢了 她拉住一个中年妇女 问了问 哪里有小卖店 一会儿趁着夜黑好 给婆婆偷着送点吃的过去 刚问清楚 她眼中一亮楚启明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望着曾经焦急的样子 楚启明低声说道 阿静 别担心 你婆婆已经吃上东西了 我接你出去吃点饭 我跟天祥说好了 曾经刚要问 楚天祥来电话了 曾经一听楚天祥解释 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楚启明介绍道 阿静 这位是陈梅 我的中学同学 也是我们港妇的股东 我们三个出去吃点饭 到时候再让陈梅送你回来 陈梅性格外向 几句话就跟曾经熟了 三个人走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老祖在孙子的搀扶下 慢慢走到祠堂大门前 把门打开 点着灯 屋里很黑 楚心云正邪靠在供桌下面假妹 猛听的大门被打开了 吓得他连忙站起来 灯一亮 老祖走了进来 老祖 您怎么来了 楚心云忐忑地问道 老祖鼻子嗅了嗅 笑着说道 王四家的叫花鸡 味道确实不错 楚心云灯湿脸就红了 楚启明偷着给他送进来的 就是王四家的叫花鸡 他刚才吃了一个鸡腿 老祖一回头是对着门外喊道 拿进来吧 话音未落 楚秀一端进来一个石盒 他放在地上 转身出去了 吃点吧 你年纪也不小了 喝点粥 养胃 楚心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他打开石盒 是几个小馒头 一碗八宝粥 还有点小咸菜 老祖坐在蒲团上 看着楚心云喝了点粥 叹了口气说道 你无缘无故离家出走 又莫名其妙回来 怎么也得给族人一个交代 谢谢老祖成全 楚心云道 心云啊 因为你的出走 你父母承受了很大压力 本来他们准备退休 就回到村里居住 可又怕族人指指点点 就一直住在城里 说实话 这就是不孝 楚心云眼泪又控制不住了 眼泪扑速速掉下来 这件事他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 老祖 心云年少无知 肆意妄为 现在已然后悔了 老祖摇摇头说 后悔倒用不着 年少轻狂 做点人神共愤的事也算正常 只要不失了本心 还是个好孩子 请老祖指点迷津 楚心云诚恳地说道 回来陪你父母住上一段时间 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 现在你父母年事已高 还是多尽尽笑吧 我听老祖的 村里就不要回来了 现在都是向前看 是风不古 该走动走动 但不要靠得太近 有钱就是原罪 楚心云冰雪聪明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老祖的意思 村里留守的基本都是 祖里混得不好的人家 自己回到村里 张扬了不好 低调了也不好 还不如敬而远之 欣云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难为你这么多年 一个人把孩子培养成人 而且还是这么优秀 关于天祥 我有些话要嘱托给你 在这个家族 天祥只听你一个人的 楚心云连忙说道 老祖您说 我照做就是了 老祖眼色空洞无物 他问道 天祥自幼成名 还积累了海量的财富 这是好事 但也是坏事 因为他太年轻了 欣云你说 一个聪明人 一个成功的人 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楚心云想了一下 说道 刚愎自用 不听人言 自以为是 老祖欣慰地看了楚心云一眼 小女子真是厉害 一眼就看透了自己想说什么 天祥年少成名 风光一时无限 但欣云你要记住 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时候他心智全开 权力 威望 阅历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如果他出现刚才你说的那种状况 破坏力极大 你听懂了吗 老祖长叹一声 说道 过了四十岁 随着他的精力下降 和阅历的增加 他的心智才会反扑归真 楚家才能无忧 楚心云没想到 老祖跟自己谈的这个问题 他猛然一惊 细思半刻 立刻就想通了老祖说的话 现在楚天祥在几个家族 甚至在缅迪昂的欧阳家族 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旦他到了四十多岁 老年人都去了 同龄人没有一个威望能赶上他的 甚至有些就是他的代言人 如果楚天祥那时候犯错 那一定是危及家族生存的大错了 因为他占的高度不同 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大事 楚心云心中极度惶恐 就像事情要发生了一样 他忐忑地问道 老祖 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天祥本质不坏 老祖摇摇头说 这句话是我最担心的 多少人就折在这句话上了 他主观上是为了家族着想 但做出来的事 未必就适合家族的利益 这时候就得有人提醒他 甚至约束他 在这个家族里 能够管住天祥的 只有你一个人 老祖说完 他紧紧盯着楚心云 楚心云心中大恐 就是现在 天祥的舅舅都管不住自己的外甥 陆电臣可以 但毕竟年事已高 心云 二十年前你离家出走 家族也惩罚过了 这次回来 你的责任更重了 天祥未来的二十年 就得由你监督 他好 几个家族兴旺发达可期 他一旦走入死胡同 家族也会跟着受累 你要好自为之 楚心云没说话 他再仔细回想 楚天祥最近的一举一动 这孩子还真是本质不坏 但最近表现出来一种暴力的倾向 这可能跟他会武功有关 一旦事情不好解决 他就会快刀斩乱麻 用武力解决 这不是说用武力不好 而是就怕形成思维定势 那就很危险了 另一个就是阴谋诡计多了点 对待自己的舅舅 对待冯家 本来有很多方法解决问题 他偏采取了很阴柔的手段 楚心云端坐在地上 郑重地说道 老祖请你放心 天祥未来二十年 我不会离开他左右的 家族也好 其他的合作伙伴也好 都需要他带着大家一起往前闯 我不允许他犯错 至少不许犯大错 老祖笑了 没那么严肃 我只是说的一种假设 我已是百岁老人 生逢乱世 一生都在努力 让家族存活下去 现在社会稳定 国家昌盛强大 未来家族的发展 就看天祥了 楚心云疑惑道 天祥不会做组长的 他不喜欢做事务性工作 老祖说道 我根本就没想让他做组长 他是家族未来的图腾 领路人 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挣钱和文化修养并不矛盾 这就让族里那些年轻人 有了奋斗目标 我们是文化立足 以师叔传家 失去了根本 年轻人都去赚钱 还谈什么礼仪廉耻 孝提忠信 楚心云心中大安 老祖虽百岁老人 但一眼望穿未来几十年 就这份睿智 非常人能及 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楚心云和曾静 晚上就在祠堂的客房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 婆媳两个人直接去了外婆家 老两口出院之后 才知道女儿被老祖带走了 两个人也不以为意 老祖典型的面硬心软 女儿不会有事的 他们还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老式住宅 房子在四楼 楚心云上楼的时候 就决定买个房子 把老两口搬出去 这么大年纪了 上楼下楼太不方便 等到女儿上门 老两口喜出望外 一个电话就把儿子儿席叫了过来 随后 楚秀峰的大女儿也过来看姑姑 现在家里就缺楚天祥和楚秀峰的儿子了 楚天祥在渝香县陪着爷爷来不了 那边还有不少活动 他要参加 楚秀峰的儿子 在鹏城一家公司打工 活得很艰苦 但心情很好 至少身边没有父亲整天唠到 顾家英已经给儿子下了通牒 三天之内必须回来 失踪二十年的亲姑姑回来了 就是下刀子也得回来 楚心云给楚天祥打了个电话 报个平安 并跟他说这两天 他和曾静就待在姑苏 等冯家那边祭祖大会 他们俩再回去 看到女儿给外孙子打电话 外婆一定让楚天祥 把爷爷爷领过来 他们老两口 要请亲家翁吃顿饭 楚天祥拗不过 只好答应了 几个人坐在房间里闲聊 楚心云问道 哥 姑苏现在有没有好房子 要新楼盘 待愿的那种 最好是别墅 顾家英差言道 别墅有的是 还死拉贵 我听说 桌真园那边 一套别墅 要一个亿 太吓人了 里面是用金子装修的 楚秀峰以为妹妹 自己想买房子 就说道 城里有不少 但带院子只能买别墅了 普通洋房基本都在城边 楚家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但规模很小 楚心云不动声色地问道 嫂子说的那个别墅叫什么名 楚秀峰笑了 你真要买啊 那个楼盘叫青影园 开发商实力雄厚 不过里面 我去看过 都是独栋 确实豪华 装修完的 楚心云真的有点动心了 当然 楚秀峰说道 那么贵的房子不装修 怎么能卖出去 按照他们说的 全部都是环保材料 而且欢迎业主找机构测评 楚心云心中拿定主意 这时 外婆问道 新云 你买那么大房子干嘛 你还能在姑苏住多长时间吗 楚心云打着马虎眼说道 我就是好奇 随便问问 他又对顾佳英的女儿说道 守平 你姑姑我是被老祖抓回来的 我的东西都在鱼香县 等晚上你弟弟过来 我送你几套首饰 晚上吃饭 把你女婿和儿子都带着 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谢谢姑姑 楚守平欣喜若狂 她可看见母亲从姑姑那里拿来的翡翠手镯 羡慕够呛 可惜不适合年轻女人带 楚心云回头对楚秀峰说道 哥 也有你的一份礼物 天翔在HK派来的 好像花了一千多万 顾影周的一套茶壶 楚秀峰眼睛一亮 随即暗淡下来 顾老我认识 可惜过世多年了 老人当初送过我几个茶壶 不过大部分都让我送人了 楚秀峰又说 我先谢谢妹妹了 一千多万 天翔也真敢花钱啊 外公说 我这里还有两个丹湖 你要是喜欢就拿走 楚秀峰摇摇头 嘟囔道 不要 还是给你宝贝孙子留着吧 一个月就挣四千块钱 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了 顾家英一瞪眼 不许说我儿子 众人哈哈大笑 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 楚秀峰一家就告辞了 两口子去订饭店 女儿还得上班 等中午吃完饭 老两口午休 楚秀峰带着曾静就出了门 两个人谁也没告诉 打了个车就直奔青影员 在车上 曾静小声问道 您是不是想买一套别墅送给外公外婆 楚秀峰说道 你看看他们现在住的地方 房子的年龄比你都大 还是四楼 我爬着都累 而且老人计越来越大了 腿脚不方便 乘着现在能动 找个别墅 让他们也想想福 曾静嘿嘿一笑 说道 我掏钱 买就买个大的 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 那该多快乐呀 楚新云心中一动 他知道曾静虽然是大家庭出来的 但自小就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 他非常喜欢家里人多热闹 只要是姑苏的出租车司机就没有不知道轻影员的 他就坐落在四大名圆桌真圆隔壁 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豪华程度 都是姑苏首屈一指的别墅区 两个人到了售楼处 刚一下车 就见一对衣着华丽的夫妇从里面走来 楚新云一愣 似乎见过这对夫妇 曾静小声对婆婆说 好像是电影明星 叫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楚新云笑道 别管他们 我们去看房子 两个人走进售楼处 一个年轻的经理走过来问道 请问夫人 你们有预约吗 楚新云一愣 看房子还要预约 这是哪家的规矩 曾静问道 没有预约就不能看房了吗 年轻经理说道 实在抱歉 我们这里有规定 没有预约真不能看 这个年轻人没太敢说实话 这两位穿着打扮 看着就不像有钱人 一身衣服面料还可以 但皱皱巴巴的 有钱人绝对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 而且两个人还是打车过来的 要知道 一套上亿的别墅 你的资产 没有个几十亿上百亿 好意思住在这里吗 别说豪车 就是庸人都得四五个 一个别墅占地一亩多 光是打理花园就能累死人 轻影员这么做也是不得以为之 价格高一般人买不起 但一般人好奇心重 假装买房过来参观的人很多 开发商不厌其烦 实在没办法 只好采取预约的方式 主要就是看看对方的资产情况 楚新云和曾静 不知道还有这种规矩 楚新云问道 那我就买不成了 年轻经理微笑着说道 夫人 这是公司规定 我也没办法 楚新云刚要说话 曾静问道 你是不是怕我们没钱啊 年轻经理有点尴尬 他陪笑着说道 我们这个楼盘是要验资的 切 曾静一撇嘴 还是怕我们没钱 楚新云微微一笑 他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卡说道 要是就验资 你去查查吧 年轻经理眼睛一亮 随即说道 夫人您里面请 我先给您份资料看一下 年轻经理把楚新云和曾静让到沙发上坐下 他又拿过一张纸说道 夫人 请您原谅 这张预约单环得填一下 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公司规定 曾静接过登记表 刚看了一眼 不由地惊叫道 婆婆 他们还得要您名下的企业名称 太过分了 楚新云拿过来看了一眼 说道 你给楚启明打个电话 让他把公司的资料传过来一份 楚新云倒霉 对这家公司的制度反感 对方要求越多 说明对方的管理越严格 对父母住在这里有莫大的好处 楚新云问道 你们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互刑 年轻经理这才发觉 这两个女人纯粹是半猪吃老虎来了 幸亏自己应对合体 否则等待自己的就是被开除夫人 我们亲影园都是独栋别墅 一共只有32套 最小的面积是460平 最大的是1000平 你想看哪种 他付匪道 有钱人都有这种恶趣味吗 专门拿我们穷人开心 他把几套房子的平面图 放在了楚新云的面前 曾静写完登记表 跟着年轻经理去验资和核实企业资料 楚新云拿起房子的平面图 仔细看了起来 房子太大了也不行 就劳两口住 人少房子大 显得空落落的 没人气 楚新云灵机一动 拿出电话拨了出去 哥 你现在忙吗 如果不忙 你跟嫂子过来一趟 我在清影园 楚秀风惊道 新云 你真要买啊 那房子太贵了 楚新云说道 买不买再说 你先过来吧 曾静回来了 他对楚新云说道 婆婆 看着是挺正规的 也不是故意 难为我们 里面专门有人接电话预约 我们还算是特例了 楚新云说道 你帮我看看这几套房子 我们挑一套 一会儿你舅舅过来 我想让他们跟你外公外婆一起住 这样 老两口也有人照顾 曾静 嘻嘻一笑 跟着楚新云研究起了房子 过了二十分钟 楚秀风和顾佳英走了进来 楚新云看见 又有一个售房经理走了过去 连忙对那个年轻人说道 小张 那两位是我请来的 年轻人一听 赶紧跑过去 把楚秀风两口子领了过来 慢一点 其他经理又要往外撵人了 新云 你真要买这里的房子 太贵了吧 顾佳英说道 嫂子 我想求你们一件事 楚新云说道 这里的房子都很大 老两口单独住不方便 我想求你和我哥搬过来 跟老人一起住 我刚才看了 每套卧室都在不同的楼层 私密性很好 他又说道 这套房子 我就留给启天了 房子的名字就写他 以后就让他在港府上班吧 不行 新云 这样不合适 楚秀风一听妹妹这么说 当时就要反驳 哥 你别说话 这件事 我跟嫂子商量 楚新云知道 顾佳英一定会同意 房子留给他儿子 除启天 他高兴 还来不及呢 他一把把顾佳英拉 在身边坐下 说道 嫂子 天翔这两年挣了不少钱 他不能只照顾家族 对自己的亲人 不管不问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套房子 将来就留给启天 你们俩辛苦一下 帮我照顾照顾父母 我也会尝过来的 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都住一起 也热闹不适 顾佳英一听房子 将来留给自己的儿子 笑得抬头纹 都开了 他说 照顾两个老人没问题 原来我跟你哥就说 要给他们换房子 可老两口不干 说是在研究所 家属院住习惯了 街坊邻居都是老同事 让他们搬这里来 他们能同意吗 我们都去做工作 楚新云站起来说道 我们现在去看房子 先看个600平米的 哥 你只准说 房子合不合适 其他的不准发言 楚秀峰哭笑不得 年轻经理都快惊掉了下巴 这位夫人花近一个亿的钱 买房子 就为了给老人养老 这得有多少钱啊 贫穷限制了想象 富人的世界还真不懂 整个建筑群 都是青砖白墙 给人质朴清新的感觉 园区水系发达 而且水系入户 家家都是小桥流水 这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 跟京城四合院 有异曲同工之庙 四合院宽大规整 气势辉弘 江南人家小巧精致 古朴幽静 几个人看了几套房子 整个园区不过几套基本户型 大同小异 楚新云和顾佳英低声嘀咕 曾经在一旁帮着出主意 楚秀峰倒是犹如梦中 他也算有钱人 但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好的地段 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回到寿楼处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 楚新云说道 嫂子 那我就定了 那套750平米的 院子看起来大一些 房间也多 顾佳英看房子的时候 倒是兴致勃勃 等楚新云一说买 他又有点患得患失 他偷看了一眼楚秀峰 小心地问道 秀峰 你是什么意见 楚秀峰叹了口气 说买了吧 这是新云的一份孝心 我们跟着借光了 这话说得顾佳英满脸通红 他拉着楚新云的手说 新云 你放心 老两口就交给我们了 哦耶 曾经一看事情说好了 他回头问道 张经理 那套房子多少钱 8500万 加上税费 一个亿左右 你们需要贷款吗 曾经问道 全款有没有优惠 张经理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了 刚才那位夫人有钱 他这媳妇也这么有钱 到底谁买啊 张经理说道 全款的话是92折 优惠幅度很大的 跟你们领导去请示 88折我就付全款 楚新云道 张经理一听连忙 往老总的办公室跑 这个别墅实在太贵了 一年也成交不了几套 真要是全款 他光是提成就能拿几十万 等了不到五分钟 张经理笑呵呵回来了 夫人 老总同意了 但您今天必须付款 这个优惠幅度绝无仅有 曾经腾的一下站起来 说道 走 我跟你去付款 张经理一愣 连忙前面带路 顾家英狐疑地问道 新云 阿静也这么有钱 都是天祥给他的吗 楚新云摇摇头说 他自己就是个小富婆 我听天祥说 他一年的分红 就差不多三四个亿 楚秀峰来了兴趣 他问道 阿静做什么生意 这么赚钱 他哪会做生意 楚新云道 阿静他爷爷 把翡翠店给了天祥 天祥不要 后来股份就算到阿静头上 具体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企业由天祥他们经营 但每年分红几个亿是有的 楚秀峰追问道 什么样的翡翠店这么赚钱 哥 可不是你那种玉石小店 楚新云笑着说道 有一百多家连锁店 全国各地都有 姑苏也应该有吧 具体什么情况 估计连天祥都说不清楚 两口子都是一愣 一百多家连锁店 这曾静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也这么有钱 楚新云说 阿静他家在HK也是很有名的 当时楚天祥还是个穷小子 难为这孩子能看上天祥 楚秀峰两口子唏嘘不已 啥人啥命 自己外甥的命太好了 正说着 顾佳英的电话响了 他拿出来一看 欣喜若狂 对着楚秀峰说道 儿子的电话 顾佳英接通电话问道 儿子 你在哪 什么时候回来 也不知道楚起天说了什么 顾佳英又说道 你现在打车到青影园来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我和爸和你姑都在这里 顾佳英放下电话 说道 起天回来了 也就是我 要是他爸 说了等于没说 楚新云笑着看了楚秀峰一眼 自己这个哥哥 也就在族里还有点微信 在家里连儿子都管不了 这时 曾静和张经理回来了 曾静对顾佳英说道 舅妈 现在需要签文件了 表哥的大名我不知道 您带他签吧 顾佳英笑着把曾静拉在怀里 说道 谢谢阿静 还花了你这么多钱 嘿嘿 这是给外公外婆住的 花点钱值得 曾静笑着说 张经理坐在一边 开始给顾佳英讲这种文件 曾静小声对楚新云说道 得买两辆车 这地方太大 进出都不太方便 还得雇几个人 那个院子也得请人收拾 这是回头再说 楚新云还有其他的主意 正在这时 曾静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高兴地说道 应该是天翔过来了 曾静说了两句就放下了 他说 他们一会儿就到 楚秀峰说道 我们先回家吧 这里不方便 顾佳英不想走 他还得等儿子签字 就说道 等天想到了 你们先回去 几天距离远 我一个人等他就行 楚秀峰扑呲一下 笑出声来 自己的老婆 有点财迷了 顾佳英恼怒地 瞪了楚秀峰一眼 随即自己都笑了 自己有点着香了 一辆奔驰600停在了 售楼处的门口 后面还跟着一辆奥迪车 楚秀峰推门下车 楚秀峰赶紧拉着顾佳英出去 车上还有楚天翔的爷爷 这是长辈 千万别失礼了打过招呼 楚秀峰上了楚天翔的车 楚新云和曾静坐在奥迪车上回家 顾佳英留在售楼处等儿子